十几个孩子 都是在大荒中长大的 警觉性非常高 跟小山兽似的 迅疾而又敏捷地躲进了石林的缝隙间 掩护己身 稍微观察片刻 又迎着风嗅了嗅气味 而后相互点了点头 他们如同猿猴般 矫健地冲向石林最深处 这一路上 他们见到了很多骸骨 雪白而巨大 有五六米长的琴骨 更有墨盘大的兽头骨 都是山林中的猛兽 与凶琴被生生私食后所致 此地死气沉沉 他果然要在这里棄居下去 时间长了 若是繁衍出一些后代 我们石村的人进出山脉时 将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林虎说他们商量几天了 早就观察好了他的习性 这些孩子一边低语 一边急尺 速度极快 如十几道小旋风一般 冲进了石林深处 一座石崖横梗前方 桌里更加寂静了 寸草不生 在崖壁最上方 有一个巨大的巢 以一根根黑五木铸成 给人很压抑的感觉 孩子们隔着很远 躲在山石凤节 小心地观看 黑色的巢 直径足有十米长 很巨大 不用想就知道 是一种凶勤的巢穴 果真在这里 这都青林英在此徘徊良久了 现在注出了巨巢 难道真如灵虎叔所说的 已经产卵了 一群孩子皆是双眼放光 这是他们来此的最主要目的 这是一种很凶悍与强大的疫情 体内有传承子 太古摩擒的血液 很难对付 一般的猛兽与凶物 被他盯上都得死 难逃活命 去灵虎叔他们观察 那这雄性的青灵鹰 数日来都不曾现身 可能在山脉深处 发生意外死掉了 每日午时 那只雌鸟都会自己出去 捕杀食物 想要接近 机会就在眼前 一群孩子握紧了拳头 显然很紧张 同时眼中也有一种 期待与兴奋 在山林中长大的孩子 个个都很胆荡 不然也不会自作主张 跑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 大家藏进石缝中 我头块石头试试看 一个皮肤有黑的孩子开口 他名为石猛 村里人都叫他二猛 在石村演练时 他曾直接撂倒一头大猛牛 更是差点举起千斤重的青铜顶 在这群孩子中 仅次于石号与石打撞 呼的一声 一块大石飞起 冲向远处 最后 咚的一声 落在了石崖前的乱石堆上 发出一声巨响 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还好 山崖上没有什么动静 二猛别那么鲁莽 小心谨慎一点 我试试他在不在巢中 现在看来没事 我们赶紧上 二猛说到就要冲过去 二猛哥 先等一等 小石号开口 抓起一块不小的石头 用力指出 石块嗖的一声飞上石崖 落在吴朝劲前 发出一声大响 过了片刻 山崖上很安静 青梨鹰并没有出现 走 一群孩子 如兽群般 嗷嗷叫着 飞快的冲向石崖 到了劲前后 他们分工有序 一部分人站在巨石上 注视天空 站岗瞭望 以防那只凶琴 突然出现 另有几个人 则准备攀上石崖 大壮哥 你们都等着 我先上去看一看 你一个还没断奶的娃 在边上看着就行了 我们上 石大壮说道 一群孩子都笑了起来 小不点道 现在还在吃瘦奶呢 常被他们取笑 我早就吃瘦了 只是偶尔拿他当水喝 小不点气呼呼的 皱着鼻子 瞪着黑宝石般的大眼 进行辩解 当然 小家伙很聪明 知道大孩子们 此时并不是真的在笑话他 而是在照顾与保护他 不想他第一个 上去冒险 我比你们速度都快 有危险也逃得快 小不点 不等他们开口 像是一只小猴子般 嗖的一声飞快地攀爬向尸牙 皎洁而灵敏 别让他犯险 我们也上 石大壮与二猛 还有皮猴 全部都紧随在后 同样如同猿猴般追了上去 牙壁上有不少缝隙 另几个孩子得以借力 快速向上攀 生长在大山中 受着原始密林 他们攀跃的本领自然很强 比起山脉中的恶魔猿 都不会逊色多少 终于上来了 石崖能有三百米高 小不点上来后 等待另外三人片刻 直到他们都冒出头来 才一起向那巨巢走去 皮猴惊叹 哇 好大的鸟窝 站在近前观看 格外有震撼感 巢穴 足有十米长 以黑色的梧桐铸成 占据了 大半的崖顶 比石村的房屋都巨大 蛇子之外 崖上还有一些 沾着血丝的大骨头 每一根 都比成年人还粗长 这令人毛骨悚然 尤其是那磨盘大的 瘦骨头上 还有几个可怖的爪洞 残留着血迹 显得非常的猙獰 这是龙爪象的海骨 真是可怕 一头凶琴 居然动辄就要吃巨象 先别过这些了 他说完 向着那黑色的鸟 朝上攀去 来到朝上 顿时感觉到 震震的森然气息 而且有血腥味 巢穴边缘成暗红色 显然 青林英 常在巢穴的边沿浸时 经过各种受血的 长期浸染 这个地方 煞气很浓 那头凶鸟不在 快看 有好几枚琴的 几个孩子惊呼 他们胆大包天 在村中偷听到 大人谈话后 自作主张 就是冲着凶琴的卵儿来的 太好了 我们赶紧搬走 带回村子去孵化 日后将会有 强大的凶琴 为我们捕杀猛兽 带回猎物 皮猴兴奋地大叫 乌朝内铺着柔软的金丝草 看起来很舒适 三枚晶莹如碧玉般的蛋 静静地呈现在那里 上面带着一些 纹落与斑碟 光泽闪动 这种凶琴产下的蛋 每一个都足有水盆的 剃头闪亮 碧绿如玛瑙 而上面的斑纹 在日光下则溢溢升辉 正在阳 入山坡里 入山坡里 都行马上 入山坡里 入山坡里 入山坡里